向暖被囚禁在一个金碧辉煌,纸醉金米的巨大牢笼里,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向暖是一位身材样貌俱佳的女大学生,校园里有很多追求者,但她谁都没有接受,在读大学时,她认识的威廉。 威廉是迪拜人,她为人身世有利,尤其是对向暖,无论做什么事,她都要先征询向暖的意见,十分尊重向暖,就连向暖的母亲生病住院,威廉都承担了全部的医疗费用,还经常和向暖一起去医院看望母亲。 并且,威廉大方又浪漫,常常送向暖名贵的礼物和鲜话,时不时地给向暖准备一场小惊喜,从不吝啬,很快,向暖就坠入了爱河。 大家好,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 热恋期间,威廉从来没有越界过一次,也从来没给向暖提出过,发生关系的暗示或明示, 他对向暖说,他们的第一次,要留在结婚后才可以,这是对向暖的尊重和爱护。 威廉的温柔担当和有理克制,都让向暖变得对他越来越沉迷。 毕业当天向暖就答应了威廉的求婚,向暖认为,他就是自己命中注定地对着另一半,威廉帮了他们家很多, 而且他来医院看望母亲时,母亲对他也欣赏有加。 可没想到,母亲却并不同意向暖嫁给威廉,向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同意, 可能是母亲节的迪拜离中国太远了,对向暖远嫁过去不太放心。 但是威廉那么好的一个人,向暖觉得他肯定会好好善待自己,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 于是向暖不顾母亲的劝阻,毅然决然地跟着威廉去的迪拜。 到了迪拜,果然跟向暖想象中的一样,每一寸土地都充斥着有钱人的气息。 威廉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这辈子他拥有的最多的东西就是钱了。 他给向暖置办了一处豪华的宫殿,金币辉煌的住处,让向暖一下子就迷失了自己。 向暖本以为,自己会马上迎来电视剧里那般奢靡幸福的生活, 现实却狠狠地给了向暖一个下马威,从始至终根本就没有婚礼,向暖反而沦为了一个囚犯。 一开始向暖来到这,威廉还装作像以前一样,把他照顾得细致入微, 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威廉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他逼向暖整日都戴着头巾, 把自己的脸捂得严严实实,然后开始用言语攻击他,并对他实施冷暴力, 不允许他离开房间一一步。 到这一步,向暖还对威廉抱有一丝希望, 可没想到自己原来根本不是威廉的妻子,向暖才知道迪拜是一幅多妻子, 威廉早已经有了妻子,而且已经怀孕了,向暖问威廉为什么要骗他, 向暖像疯了一样的扯着威廉胸前的衣服,对着他怒吼, 威廉问向暖是不是疯了,看看他自己现在这个样, 威廉厌恶地把向暖丢进卧室里关了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囚禁向暖, 无论向暖怎么呐喊嘶吼,都没有人放他出去, 整整关了向暖快七天,期间除了给他送水送饭的佣人, 他连威廉一面都没见到,又过了三天,向暖已经会被折磨疯了, 他跪在地上流着泪苛求佣人,说他知道错了, 让他们去找威廉放他出去,威廉要的就是向暖, 的求饶和示弱,向暖下跪苛求佣人后的第三天, 威廉才带着他的妻子一起来了,那位挺着大肚子的美丽夫人, 走进卧室打量着向暖,向暖低着头本以为会迎来一顿教训, 可过了一会也没有等到什么动作,向暖抬起头试探地看下了威廉的夫人, 却看见他隐约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自己,向暖不禁在心里暗暗感的奇怪, 威廉说只要向暖以后,一直像今天这么听话,他一定会好好宠向暖的,威廉居高临下地望着向暖, 乌又弯腰抬起向暖的下巴,说向暖可是他花了大代价才得来的宝贝, 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向暖不明白威廉这话什么意思, 直到第二天晚上,好几个庸人说是受威廉吩咐,把向暖从头到尾都精致地打扮了一番, 等向暖穿着华丽的裙子一走到大厅时,看见五个打扮美丽,但依然戴着头巾, 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女人,还有一些陌生弹性,见向暖过去, 威廉指了指他的右下方位置,让向暖坐过去,接着又指着那五个女人向向暖介绍, 说那五位都是他的女人,要向暖以后和他们好好相处,向暖呆愣住了, 想到迪拜的一夫多妻子,他目睹地对着威廉点了点头, 随后宴席正式开始,只见威廉的那五个老婆,公公静静地站在他身后两边, 给他倒水加菜,而向暖坐在威廉的右下方,此刻正在被他介绍给那几个陌生男性, 威廉说这是他好不容易,在搞来的东方美人,年纪小,身子软,被他调养得十分听话, 威廉说话的同时,那几个陌生男人,就像打量什么珍贵物件一样, 有黏匿的眼神从头到脚地看着向暖,向暖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下意识地回头去看那五个女人,他们从刚才到现在没说过一句话, 一直就站在威廉的身后机械地服侍着他,头巾照中那五个女人的脸, 向暖看不见他们的表情,只能看到一双双目面,带着死气的眼睛, 突然一道猥琐的男生传来,向暖转过头看去,桌上的一位男性, 正摸着自己的胡子说,上次他就差那么一点点,那马尔家的东方美人就归他了, 这一次他肯定不会输,威廉笑着回应说,那这次男人可要加把劲了, 他的夫人玛丽不久就要生产,他需要照顾夫人, 所以他能带着这位东方美人,来见他们的机会很少, 各位珍惜,听明白这些话里怨含的意思,向暖简直不敢相信, 是不是他想的那样,向暖用满是祈求的可怜眼神望着威廉, 剩下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威廉带着威胁的眼神, 给吓得咽了回去,威廉让庸人拿上几钟头子说老规矩, 谁赢了就可以和这位东方美人共处一晚,而且今晚是美人的第一晚, 听到这话,向暖已经明白了威廉的意思, 向暖跑过去抓着威廉的袖子哀求他,不要这样对自己, 自己以后都乖乖听他的话,威廉让两个庸人把向暖按回椅子上, 向暖不得动弹,威廉说各位见笑了,东方美人一般都比较保守, 他话音刚落,就伸出手一把扯开向暖的衣服, 扭扣崩坏掉到地上,里面的内衫也被撕烂锤在身上, 向暖几乎上半身都暴露在了众人眼前,众人一阵高呼, 向暖惊吓地流出泪,崩狂地扭动着身体,想要遮住, 可他越用力挣扎,身后的庸人就更用力地按着他, 泪水朦胧间,向暖看到那些男人的眼神, 都带着不怀好意和跃跃欲失的兴奋,而那几个女人或是满眼冷漠, 或是毫无波动,威廉说可以开始了,东方美人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威廉大笑一声,随手把刚才从向暖身上扯下的一块布扔到桌上, 立刻就被刚才前面说过话的猥琐男人抓到手里, 凑近鼻子猛嗅了几口,向暖简直恶心的想吐, 叫威廉放开他,他们不能这样对他,他要回国, 这一刻,向暖万般后悔当初没有听母亲的劝阻, 跟着威廉这个恶魔,来到了这个吃人的地方, 向暖的尖叫没有换来任何人多余的主意, 威廉示意庸人用挖布堵住了向暖的嘴, 这一下向暖无法再开口了,向暖的眼泪不断地流, 他绝望地看向那五个女人,想用眼神祈求他们帮帮自己, 可他们只用毫无波动的冷漠眼神望着他, 男人们说这一轮他要赢了,美人今晚要归他了, 他要拿下美人的第一碗,都别跟他争, 今天晚上的美人他志在必得了, 那几个男人在桌上,一边毫不客气地谈论着向暖, 一边用垂涎的眼神打练着他,威廉阴险地笑着说, 那各位就假把劲了,各凭本事了, 向暖心跳都快停止,望着他们不断摇着头子的动作, 听着这群男人的笑骂声,他闭上眼祈祷, 希望眼前的一切只是一场恶魔,可睁开眼, 还是那群恶魔,向暖绝望地在内心呼喊, 有没有人来救救他,突然一个声音高喊, 他赢了,所有人都看向他,他是一个皮肤有黑, 看上去三十左右的男性,在他高喊赢了的同时, 他一边用手搓着下巴,一边用目光盯着向暖, 其他输了的人正可惜地叹气, 那个赢了的男人走到向暖面前, 视线落到向暖裸露的胸口处说, 美人坚满是他的了,威廉队男人说, 他可以留在这里,好好的享用向暖了, 威廉毫无感情的一句话,将向暖置身于绝境, 昏暗的房间里,摆放着许多奇奇怪怪的工具, 看到皮鞭,蜡烛,手铐这些东西,向暖浑身站立, 不知道接下来自己会被怎样折磨, 向暖身上的衣服早被那个男人脱掉, 他把向暖呈大字形绑住,向暖的手合脚, 然后按下一个机关,向暖就被吊起在半空中, 男人叫向暖听话点,放轻松, 还没等向暖害怕的尖叫出声, 男人用一个圆球堵住了向暖的嘴, 向暖不断地向他摇头求饶, 哭得眼泪和鼻涕一块往下流, 男人看到向暖的样子笑出了声, 问他是不是不喜欢这样, 如果是,那就给他换一个方式, 向暖的身体从半空中被放下来, 那个男人又将向暖绑在床上, 拿起鞭子, 往向暖身上狠狠抽了一下, 还没等向暖从被鞭打的疼痛中反应过来, 他就开始了对向暖的另一种折磨, 向暖整个人疼得颤抖, 男人突然用鞭子用力勒住他的脖梗, 向暖的心跳, 也随着男人的动作越来越微弱, 他感觉到快窒息, 拼命用手往下拉着鞭子, 男人哈哈大笑说, 他就喜欢看女人们这种脆弱的样子, 尤其是害怕恐惧, 拼命挣扎时, 那轻轻鼓起的脸庞, 瞪大的瞳孔, 还有身体本能的反应, 一切都是那么美, 男人变态的狂笑, 就在向暖感觉, 快要失去呼吸的前一秒, 男人才松开了鞭子, 紧接着, 他拿起一支注射器扎在向暖的脖子上, 冰冷的针管让向暖愈发疼痛的颤抖, 男人叫向暖别害怕, 这是他花了大价钱研制的迷幻剂, 只会让向暖待会爽到想死, 注射完后, 男人在向暖的伤口处迷恋的舔尸了一下, 接下来的一整晚, 向暖就在他野兽般的暴行下, 一次次被折磨, 反复不断地体验着, 冰死一线又被救回的痛苦感, 时间漫长到, 向暖仿佛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了, 他只恨不得自己被一刀杀了, 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男人终于放开了向暖, 他一边用双手整理自己, 一边残忍地说着, 今后向暖一定是最受欢迎的东方美人, 等向暖醒来后, 床上满眼都是刺眼的血迹, 他浑身上下都是亲子的伤痕, 尤其是他的脖子, 乐痕严重, 几乎不能转动, 威廉见状十分嫌弃, 皱着眉头吩咐庸人把向暖抬走, 一句关心也没有, 一丝可怜的表情也没有流露, 威廉看向暖就像一个陌生人, 甚至还不如一个陌生人,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对向暖的厌恶, 威廉派最好的医生来照顾向暖, 有疗效最好的最贵的药, 把他身上的伤短时间恢复, 向暖知道威廉是为了最快时间内还能利用自己, 这几天, 除了医生, 就只有庸人会进房间, 定点来给向暖送餐, 还送珠宝钻石, 以及一些奢侈贫等, 房间里通常只有向暖一个人, 而那些庸人不会和他说一句话, 就算向暖主动开口和他们搭话, 他们也只会低头不语, 然后快步离开, 向暖想见威廉, 他想求威廉放自己走, 求威廉把身份证和护照还给自己, 其他的什么东西他都可以不要, 只要威廉能放自己回国, 他什么都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 可当向暖真的见到威廉时, 他对向暖的哀求, 只有冷漠的嘲笑, 说向暖还真是个天真的傻子, 他不要以为他来到这了之后还能再离开, 威廉抽了一口手中的血痂, 吐出一口白雾, 叫向暖安心的待在这里, 自己不会亏待他的, 威廉又说向暖母亲的病, 还持续需要高额的医疗费, 他会让国内最好的医生, 去给向暖母亲治疗, 向暖在这里就好好待着, 不要想着逃跑, 乖乖听了话就好了, 向暖跪在威廉的脚边, 抱着威廉的脚哭着哀求, 求威廉让他走, 他真的不会告诉任何人这里的事情, 威廉只是无情的邪逆的向暖一眼, 起身把裤腿从向暖手中扯开, 对向暖说别再挑战他的忍耐极限, 这是威廉给向暖的最后忠告, 也是他对向暖的唯一答案, 如果向暖再这么求他, 恐怕向暖的下场, 就不止这些警告的话了, 自从向暖上次见威廉, 求他放自己离开后, 超过半个月的时间, 向暖都没有再见过威廉, 这半个月, 奢靡的宫殿 只有向暖一个人, 每天佣人除了定时定点来送食的喝的外, 还会继续给他带来, 各种各样昂贵的珠宝鼠式, 可是他只能寸步不离的待在这个房间里, 每隔两天就会有医生来给他全面检查身体, 然后合理安排他接下来两天的饮食状况, 向暖就像一个傀儡, 任由别人操纵, 然而让医生给向暖按时检查, 并不是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威廉告诉向暖说, 这些都是为了让向暖的皮肤还有身体状态, 都保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 只有他整个人的皮肤, 体态等都变得良好甚至优越, 才能让他成为一个更加受人欢迎的玩屋, 没有自由, 没有人权, 如果向暖敢不听话, 威廉就会把他关在小黑屋, 然后让医生给他注射痔疼的药剂, 让向暖再生不如死的痛苦过后, 才让医生给他缓解, 这些都是威廉对付他的手段, 就这样被惨痛的折磨过几次后, 向暖的心里早已经崩溃得不成样子, 一周以后, 威廉又带着一批男性来到了宫殿里, 像上次一样, 他们几个男人坐在餐桌旁, 纷纷向其他人分享着, 这段时间里又享用了什么角色游户, 原来每个男人的家里都养了六起的, 和向暖差不多性质的女人, 这些人隔一段时间, 就会聚在一起玩游戏或是赌博, 赢了的人, 就可以任意挑选去谁家里品尝玩物, 他们还会互相评价谁家的玩物更好, 有些男人为了自己的虚荣心, 甚至会从世界各地去搜罗那些独一无二的漂亮女人, 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让向暖的三观赈罪, 然而此时此刻, 即将要遭受折磨的人, 是向暖, 这一次, 威廉他们瞒得失败, 一局定输赢, 而向暖则跟上次一样, 贝勒令站在一旁, 当所谓的战利品, 向暖看见了威廉的夫人玛丽, 她挺着比上次大了不少的肚子, 站在不远处, 似乎是注意到了向暖的视线, 玛丽转头一脸冷漠地看着向暖, 她的眼睛非常漂亮, 纵然是她身上昂贵的钻石和珠宝, 也比不过这一双琥珀色的瞳孔, 然而她的眼神里没有光彩, 只有麻木和疲惫, 还带着对向暖的一丝丝怜悯, 怜悯和她第一次见面看向暖的眼神一样, 刹那间, 向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她找准机会, 朕威廉他们一群人都没注意的情况下, 小心地挪到了玛丽身旁, 玛丽也似乎明白向暖想干什么, 往身后的暗处退了几步, 向暖靠近丽莎, 压低声音悄悄地说救救她, 玛丽听到向暖的话后, 只是轻皱了下眉头, 然后轻轻摇头, 什么话也没说, 向暖一边紧张地看着威廉那边怕被发现, 一边小声地继续哀求玛丽, 说她是被威廉骗来这边的, 她对威廉的情况什么都不了解, 她真的不想再这样被他们继续当玩物, 她会被折磨死的, 玛丽眼神微动, 刚要开口想着向暖说什么时, 目光却突然凝在了向暖的身后, 向暖回过头, 不知道何时威廉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一脸阴沉地盯着她, 威廉问向暖, 谁允许她跟玛丽说话了, 威廉使劲一脚踹在了向暖的腰上, 向暖跌倒在地, 唐的浑身一下子冒出冷汗, 这一动静让其他人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聚集在了向暖身上, 又踹了向暖一脚后, 威廉抬头眼神不善地盯着玛丽说, 让司机送她回家, 玛丽不敢反抗, 匆匆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时, 她忍不住回头看了向暖一眼, 眼神里带着一丝怜悯, 和向暖看不懂得复杂, 而后她就被保镖带走了, 向暖就趴在地上, 看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离她而去, 突然, 威廉一把抓住向暖的头发, 将她从地上拽起来, 问她跟玛丽都说了什么, 是不是在向玛丽求救, 威廉怒怒怨袁争, 气冲冲地质问向暖, 说跟她说了很多次她要听话, 她怎么还是想着逃跑, 向暖说她没有, 然而她苍白无力的解释根本不起作用, 旁边的那些男人看着他们, 发出戏嘘的口哨声, 问威廉怎么了, 是不是每人不听话, 威廉是不是没有时间好好训误她, 另一个紧接着附和说, 说不定威廉根本就没心思, 放在这宠物身上, 毕竟回家了她还要伺候玛丽, 不然玛丽可不给她资助了, 众人的冷嘲热讽, 将一把把尖刀刺在了威廉身上, 她被刺激的恨恨将向暖扔在了地上, 然后指着她跟大家说, 今晚没有任何限制, 也没有任何规则, 所有人都可以一起收拾她, 只要大家把她驯服的听话, 自己就送各位一份大礼,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眼里都冒出了贪婪的绿光, 谁会拒绝一位送上门的美人, 和一份惊喜的大礼, 他们纷纷朝向暖走来, 向暖吓得惊声尖叫, 朝着身后毫无章法的乱跑, 顺便拿周围的花瓶砸向他们, 可她一个人势单力薄, 不到几分钟就被他们围住了, 向暖被他们按在餐桌上, 吓得眼泪和鼻涕都出来, 嘴里一直咒骂着他们, 他们毫不在意, 面带笑容地把向暖的四肢分开绑住, 接着用餐刀一下又一下地划破她的衣裳, 向暖僵住身体, 害怕被刀子划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用各种冰冷锋利的工具折磨自己, 他想反抗, 可是他无能为力, 只能任人宰割, 之后的整整一夜, 这些人用尽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 来驯服向暖, 向暖被折磨了几乎整整一夜, 直到他身体突然抽搐晕厥过去, 这些人才停手, 在晕倒的前一刻, 向暖嘴里还得不断地求饶, 说他错了,求他们放过他, 他以后一定听话, 等再醒来时, 向暖已经躺在了原来的房间里, 原来自己还活着, 怎么他们没把他弄死, 这是向暖再次醒来之后, 心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 他不再反抗, 不再提离开的任何事情, 他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威廉不在的日子里, 向暖就被囚禁在这个房间里, 等着庸人的头位和医生的检查, 他过来了的话, 向暖就被按在一旁, 忍受他们的折磨, 向暖本以为以后的日子, 就只能这样苟活了, 可没想到那天出了一个意外, 医生给向暖检查时, 给他注射了一剂营养针, 然后就要把针管扔到包里拿走回收, 针管不小心从包里掉到了地上, 房间里的地板都铺了厚厚的一层羊绒地毯, 针管掉落在地上时, 没有任何声音, 向暖趁没有人注意, 偷偷把针管轻轻踢进床底, 医生也毫无察觉地离开, 到了晚上凌晨, 向暖才干把针管从床底掏出来, 拿到针管时, 他的心跳都加快了不少, 以前闲阵没事时, 向暖就学会了用戏卡子撬索, 现在有了针管, 他应该可以撬开房门, 晚上凌晨三点, 是整个宫殿最安静的时间, 这个时间段庸人和保镖基本上都睡了, 没有人会在外面随便游荡, 于是向暖用针管, 真的撬开了房门的锁, 房门外漆黑一片, 整个大厅里寂静无声, 只有琉璃窗外的月光折射进来, 显得更加压抑恐怖, 向暖趾着双脚小心翼翼地走到大门口, 发现门口的大锁, 根本不是用针管能撬开的, 于是他便迅速放弃, 选择了旁边的窗户, 正好今天有一扇窗户没关, 大小刚好能容向暖一个人钻过去, 只是他在三楼, 从窗口跳下去的高度有点难, 没有多余的思考时间, 向暖急急忙忙回到房间, 把坦的和床单全都绑在一起系在窗檐上, 他的力气太小了, 这个过程花费了他很长时间, 等到绑好后, 向暖就顺着床单, 马上从窗户上爬下去, 心想只要他在英人们起床前离开, 应该就没人能发现自己, 离地面大概还有一米五左右, 没有多余的东西让向暖抓着了, 他只能鼓起勇气往地上跳下去, 还好地上是草坪, 向暖没有受什么伤, 不过还没等他缓解一下手掌的擦痛, 和脚腕的扭伤, 一束探查的灯光, 就打在了他身上, 对方说快来人, 他要逃跑, 逃跑计划失败, 还没向暖摸到大门就被抓住了, 庸人们用绳子把向暖绑在大厅, 然后打电话, 着急地告诉了威廉, 没过一会, 威廉就一脸寒色的, 感到了向暖所在的这座宫殿, 向暖抬头看了一眼威廉阴沉凶狠的表情, 感觉自己这次凶多吉少了, 威廉朝向暖大吼, 他怒发冲冠, 捏紧了拳头想打向暖, 却又在拳头离向暖的脸, 还只有五公分时, 停了下来, 威廉可能是怕打伤了向暖的脸, 他会不再受那些男人的喜欢, 威廉忍得下去, 问向暖是不是就是学不会听话, 此刻的威廉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 浑身的毛都快竖起来, 眼里透出凶狠的绿光, 说他应该把向暖的腿打断, 可是那样他们就不喜欢向暖了, 或者他应该用链子把向暖脖子拴起来, 让他常常跟那些囚犯一样, 无法自我行动, 只能跟狗一样摇尾起怜的感受, 威廉凶神恶煞的质问向暖, 气得眼睛瞪大, 脖子上清清鼓起, 在向暖面前愤怒的走来走去说, 既然他这么想逃跑, 那自己就成全他, 他能跑到哪就去哪, 死在半路上, 或者被人掳走贩卖, 或者被人不小心枪杀, 不知道他喜欢哪一种结局, 向暖浑身颤抖, 害怕的不敢说话, 他低头盯着威廉来回走动的斜面, 心里惊吓的想, 威廉会不会像上一次一样, 把他再一次丢到那些男人堆里折磨他, 还是把他关在小黑屋里囚禁好几天, 想到这些, 向暖更加害怕威廉现在对他说的话, 威廉在威胁他的生命, 一旦威廉真的不再想留向暖, 他的命可能就保不住了, 向暖试探着说他错了, 他不该跑的, 希望威廉原谅他这次, 向暖哭着求威廉, 眼泪和鼻涕一起往下流, 把自己最可怜最卑微的一面展现给威廉, 渴望能博得他的一点同情心, 威廉说向暖之前求自己离开时, 自己就已经警告过他, 他不长记性就算了, 居然还想着逃跑, 威廉惺红的双眼瞪着向暖, 问他这次是不是想激怒自己, 然后让自己把他杀了, 向暖连忙摇头, 一直哭着否认, 如果威廉要在这里杀了向暖, 向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也没有人来救他, 那他只能悄无声息地死在这了, 向暖说不会了, 他真的不会再逃跑了, 希望威廉相信他, 他发誓他再也不会逃跑了, 向暖大声地对威廉哭喊, 威廉讽刺地笑了一声, 接着一把掐住向暖的脖子说, 如果他还想着逃跑, 不仅他活不了, 他在国内的母亲, 也会因为他犯的错陪着他一起, 治疗中出现事故意外死亡, 威廉拿母亲威胁向暖, 向暖吓得赶紧点头, 眼泪和鼻涕都来不及擦, 他说他知道了, 以后他一定乖乖听话, 绝对不能让威廉伤害到母亲, 绝对不行, 当初向暖选择跟威廉在一起的很大原因, 就是因为威廉慷慨解囊救了他的母亲, 可以让他不再像以前一样, 到处低声下气地去问亲戚借钱, 也不再会被催债地追上门来威胁, 原本以为威廉是自己生命里最大的救赎, 谁知道威廉带给他的, 不过是新的人间炼狱罢了, 庸人把向暖送回房间以后, 他们就换了一把新的锁, 这次不再使用钥匙就能简单打开的, 这锁没有钥匙孔, 只有一个小小的感应器, 通过威廉身上的磁卡才可以打开, 向暖看着还和逃跑前一样, 封闭没有人气的房间, 终于彻底放弃了离开这里的想法, 从那天开始, 向暖真真正正地学会了听话, 这样的时间过了一年, 在除夕的那一天, 向暖一个人坐在禁闭的房子里, 吃着庸人送来的饭, 看着从窗外打进来的一点月光, 迎接了新的一年, 向暖很想念母亲, 可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再见到母亲, 向暖很后悔, 后悔当初都是自己执迷不悟, 跟着威廉来到了这个人间炼狱, 又到了第二年, 威廉带回来了一个新的玩物, 到这所宫殿, 他和向暖一样, 标准的东方面孔, 威廉让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 而这个傻女孩一开始也和向暖一样, 以为自己要嫁给威廉, 每天高高兴兴梳洗打扮自己, 等着所谓的婚礼, 殊不知从他来到这里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人赏玩的东西罢了, 美梦破碎的那天晚上, 向暖听见了女孩在隔壁房间, 撕心裂肺的苦喊声, 也听到了他砸门怒骂的声音, 直到后来有人进去, 用电棒打了他, 他才安静下来, 准确来说是他昏了过去, 而不是安静, 第二天早上, 威廉就跟以前一样, 又和一群男人聚在一起, 不过这次游戏的主题是新来的女孩, 向暖看见他崩溃大哭的模样, 他的庸人绑在椅子上还死命挣扎, 哭着向一旁的向暖求救, 希望向暖可以救他, 不过这时的向暖, 已经变成了一具麻木不仁的傀儡, 向暖变得和最初见到的那五个女人, 一模一样, 面无表情, 一脸冷漠, 神色木讷, 空洞且毫无光泽的双眼, 平淡无波地望着女孩悲惨的呼救, 而向暖除了能给他, 带有一丝怜悯的眼神之外, 什么也帮不了他, 向暖只能冷漠且无助地看着那个女孩, 被那群男人围住, 然后强行地带入了房间, 这个女孩的出现, 让向暖的生活减少了很大的压力, 那群所谓的富家子弟, 已经对向暖感到逆斑, 被他重新吸引了目光, 现在威廉每次来带出去的都是这个女孩, 那之后的每一个夜晚, 向暖几乎都能听到女孩的惨叫声, 唾骂声和不断的哭喊求饶, 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渐渐的向暖也听不到女孩的骂声啊, 他变得和曾经的向暖一样, 忍辱负重, 只为了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 某一个晚上, 外面突然下起大雨, 威廉喝得醉熏熏的来到了他们的宫殿, 他提着酒瓶子, 让向暖和女孩服侍他洗澡, 他们两个人在保镖的监视下不得不照做, 这是向暖和女孩的第二次近距离接触, 女孩一边洗着毛巾, 一边眼神闪烁的看着向暖, 就像向暖当初看向玛丽的目光一样, 满含深意,向暖知道他想问自己什么, 也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只不过, 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帮他, 所以向暖没有回应女孩的眼神, 全程他都避开了女孩的眼睛, 只是本分分分的给威廉接水, 圆形露天的大雨池, 可以容纳十个人, 周围是透明的玻璃, 威廉闭着双眼靠在雨池旁, 嘴里还在不断的喃喃自语, 保镖们都守在门外, 一时之间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威廉一时不清地念叨着, 说玛丽这个没用的女人, 居然连她的孩子都保不住, 实在是该死, 向暖的手在威廉的双肩上轻轻地按摩着, 看着她迷着的眼睛, 不敢有别的动作, 耳朵仔细听她嘴里含糊不清的话, 难道是玛丽肚子里的孩子出了问题, 不过向暖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为什么威廉带回来的那么多女人, 她自己却从来不碰, 都是邀请其他男人来玩游戏, 就连威廉亲自挑选的向暖和这个女孩, 她也从来不碰一下, 就在向暖着思考时, 威廉突然掐住了她的脖子, 将她拉下雨池, 瞪大眼睛吼她, 威廉问向暖是不是也在嘲笑她, 她以后再也不能有孩子了, 向暖听到是不是高兴死了, 向暖被威廉掐得喘不过起来, 脚在水里一直扑腾, 眼看向暖就要窒息, 女孩赶忙过来阻止, 威廉这才松开了手, 向暖一边剧烈咳嗽着, 一边往外爬着, 她看见门外的那几个保镖, 打开门随意看了一眼, 眼神里带着不屑和嘲讽, 然后冷笑一声, 再度关上了门, 也对, 就算威廉在这里杀得向暖和女孩, 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动作的, 之后向暖和女孩, 一直小心翼翼地伺候威廉, 生怕出一点差错惊扰到她, 威廉忽然命令女孩用嘴给她喂酒, 向暖清晰地看见女孩脸上深深的厌恶, 但却又不得不照做, 这些他们都还可以忍, 可是到后门, 威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调情, 而是变态, 他朝向暖和女孩扔了一把瑞士军刀, 命令他俩换着顺序向对方胸口刺去, 威廉示意向暖拿起刀, 叫她先来, 向暖根本不敢, 一直无助地颤抖, 拿起的刀又掉在了地上, 威廉说了句没用的女人, 他又叫女孩来, 女孩哆嗦着身子, 颤抖地拿起了那把刀, 向暖看见了她眼里的恐慌和无措, 也看见了她不断掉下的眼泪, 紧接着, 女孩握着刀向向暖不断地走近, 恍惚间向暖意识到了什么, 缓缓闭上了眼睛, 不再挣扎, 耳边只能听到威廉丧心病狂的笑声, 和女孩害怕的痛哭声, 下一秒, 匕首扎入皮肉的痛苦, 一下子席卷了向暖, 她只感觉眼前一片雪花, 跌倒在地, 她用手捂住肩膀上源源不断流出的血, 感觉身上所有气息都在慢慢流逝, 就在向暖闭上眼睛, 陷入昏迷的前一刻, 她好像听到了威廉不可置信的声音, 威廉喊着来人, 救命, 女孩似乎做了什么, 威廉, 应声倒地, 向暖也失去了知觉, 恍惚中, 向暖好像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是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她努力地睁开眼睛, 看见了医院的天花板, 扭头向旁边看去, 是中文, 那一刻向暖以为自己到了天堂, 或者在自己的梦境里, 还没有醒过来, 直到一个护士走了过来, 检查她的伤口时, 她才大梦出行, 问护士自己是不是得救了, 护士愣了一下, 然后出去叫进来了一个美丽的女人, 是玛丽, 向暖看见她很惊讶, 玛丽对向暖笑了笑, 把事情的整个经过都告诉她, 原来威廉过度饮酒, 导致心肌梗塞, 女孩趁她僵住身子不敢动弹时, 给了她心脏一刀, 保镖们晚到一步, 抢救无效, 威廉死了, 保镖们以为向暖也死了, 就把向暖丢在了宫殿外面的后山坡, 得知威廉死讯的玛丽, 第一时间赶到了宫殿, 发现了后山被草草埋着的向暖还有呼吸, 于是赶忙把她送到了医院, 向暖整个人非常震惊, 想了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她张开嘴沙哑地问, 威廉被杀死了, 那个女孩现在在哪, 她怎么样了, 玛丽漂亮的脸庞露出几分悲伤, 说威廉的保镖赶来时直接枪杀了她, 她的遗体自己已经处理好了, 向暖一时沉默下来, 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心情来面对, 她抬手摸了摸自己肩膀受伤的位置, 那里离心脏很远, 看来女孩早就计划要帮她, 而她到现在却连女孩的名字都不知道, 望着明镜的窗外, 向暖久久不能回神, 直到玛丽把护照和回国的机票都递给她, 向暖才缓缓吐出一口气来, 她终于可以回家了,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